好 现在我们开始讲计算 EC2和EBS EC2就是它的虚拟机 EBS就是它的硬盘 其实很多很多的细节 今天下午我才确认了一些细节 首先就是它们的亚马逊的Image 你可以认为是OVA 可以讲 去EBS的OVA 就类似于一个玩儿 好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到EC2 如何申请AW账号 我就这不讲了 其实我也真讲不了 因为那个账号 你从零申请的需要信用卡填那些东西 我这已经我也没有第二张信用卡了 我实在给你走不了了 你们可以在网上去找找别人讲的那种 从零申请这个账号 那个过程 我实在是想给你们讲 我真讲不了 因为那个东西要关联信用卡 我真的没有信用卡 我给走不了那个东西了 你们呢 其实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这么说吧 就第一年它有很多的这些免费的实例 有很多的免费的项目 说实在的 现在我这个早就过一年了 我现在其实说实在也花不了几个钱 一会我们看一下吧 一会我得看看 就是一会我经常会用的EC2是 那个是多少钱 每小时 0.01 美金 那也就0.07 我就说我赚0.07 人民币 7分钱 没有问题吧 7分钱 你缺了7分钱 7分钱你出够 就是你随便你出去吃个雪糕 你这个实验也够你做半天了 你不开一个实例 那半天嘛 那你开10个实例 一小时7毛钱 你一个雪糕现在不五六块 不够你做半天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有时候呢你不要纠结那些 你就用就可以了 只要你记住一点 你用了你把它删了就好了 你别一个月一个月 几个月都忘了 真的 你经常会这样 我特别怕就是有时候我要讲完课 因为我讲完之后呢 这一轮讲完我下一轮不知道怎么讲 我就在这儿了 我操 几个月在那儿 那可要整个花点几钱 你因为有时候我不是一个 你不是一个学理机的事 我可能还要摆好东西在那儿 那可能钱可能就有点多了 所以呢 其实你学这个技术吧 你不用在乎这个钱 真的没几个钱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把全部你做完 你就全部都收费 你只要记住你所有的都用完 你就你就一个小时 他就按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收嘛 你一个小时给他忙完 你一个小时给他删了 我感觉你200块钱用不了 人民币 好吧 我感觉你200块钱人民币应该是用不了 所以说呢 别纠结 虽然说呢这个信用卡那个 他你第一年他会给你很多的免费 便宜不了几个钱 不要在乎那个钱 你把东西学完 是正经的 把AW的知识掌握了 是正经的 好吧 我先说这个啊 这个免费账号我实在是 确实不行啊 确实没法给你讲 反正我现在是有个账号的情况 有账号的情况 我开始给你讲 EC2 好 呃就这样 你当然也可以什么计算 对吧 然后EC2 那么虚理服务在云上 当然你也 我我基本上现在 因为我对他的东西 我感觉还是比较乱 我我就EC2 我直接搜EC2 诶我到哪来了 1 C2 好你看没有任何一个实例 对吧 那就那就看 你如果在这儿的话 如果正常一个dashboard 这是最开始的 那你在这儿 开始 开始一个实例 开始一个实例 我们走下向导啊 第一个问题 就是用什么镜像 你可以认为 这玩意儿就是OV OVA OVA我相信你应该可以理解我在说什么 就是这叫虚理机的一个OVA导入 对吧 不同的OVA就是可以起不同的 不同的虚理机 你可以认为呢 就是OVA 首先你先了解什么叫什么叫做镜像 什么叫做 AMI 亚马逊机器的镜像 就是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选这个玩儿 好吧 先把这个概念先捋一捋 好 因为你第一个上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镜像 所以说镜像 咱们先我们是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就及时给你讲 好吧 镜像我们来说镜像啊 镜像分为几种呢 那你看啊 一二三四种 那这四种分别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叫做quick image 第一个叫quick image 第二个叫做 第二个这个我叫做我的镜像 第三个呢叫做市场 第二个叫社区 市场镜像社区镜像 好我来解释一下啊 这个第一个快速镜像 这个基本上就是各种Linux和Windows都是AWS官方镜像 啊就是这个就是最经典的就是官方镜像 就是你会发现quick image就是全是AW给你提供的官方镜像 留不了mark也有 你没有mark你可以拥有一个 哈哈哈哈 啊这个mark 你知道吗 mark都有 这mark是最近在出来的 mark都有都有 各种这全是官方镜像 而且有了这个的看好啊 啊有这种东西的就是免费的 你是免费设施的话就可以用它 对吧 好 基本上 我们呢 你别说我会玩什么windows不存在的 都肯定是Linux 那用Linux 当然应该用Yamaha 他们自家的Linux 啊我觉得大家应该用 你用其他Linux 就让人麻烦要装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这个天生的兼容性最好 功能也最强 所以呢肯定 你就应该用他们的 他们家的 Linux 啊 他有 你看都是他们的这个二号 二二版本呢 这个镜像 啊 这是kernel 是Linux kernel Linux kernel Kernel5点几也太高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应该都用了4点几的kernel 所以说这次呢 我应该还是用了4点几的Linux kernel 啊 这是kernel不一样 对啊 这只是kernel不一样 这这个 都是一样的这个镜像 这kernel不一样啊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应该就是选这个x86吧 不应该是暗吧 对吧 是x86的镜像 然后呢一般呢 我就选他啊 大概理解就是 这是AWS官方认证的官方镜像 这是第一个快速镜像 我的镜像是这样的 我的镜像就是说 像你自己的OVA呗 你未来可以这样 你这个玩意很简单啊 就是说 呃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理论 呃我 我的叫 也叫私有镜像 你可以这么认为 就是说你 你先用官方镜像起起来 然后呢 你你进去装各种各样的东西 啊 都装完了 然后呢 你可以认为呢 你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 再做成一个你自己的镜像 就非常像 你弄了一个蓄理机 你先用一个标准OVA 然后呢 做了一个蓄理机 然后呢 蓄理机里面的各种装 各种操作 做完之后呢 你想把这个蓄理机导出来 从 你不是还能导OVA出来吗 就这个玩意儿 好吧 就是你的 AMI 私有的 我这个PVD面 就是最后的这个私有的AMI 这个还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 你装好了是吧 那么下次呢 比如说 你不要自动扩展吗 对吧 你可以Q弹吗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比如说新的蓄理机怎么来呢 你新的蓄理机呢 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你的这个私有镜像 直接由它产生一个 你可以认为是Q弹 一个新的蓄理机出来 就这个意思 私有的 好吧 还有一个 市场 我觉得市场 我觉得你们真的应该好好来来 这个市场真的是 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东西 都在这儿吧 司科 你说吧 你像要玩啥 司科的什么SD1啊 防火墙啊 基本上这些都在 比如说你要玩司科 你不玩PALOTO 440来的 说吧 你能想的到的 我跟你讲 AWS 你必须得服气 你找吧 其实说实在的 有些都是标准代授权的 你就 你在这儿学习也行啊 收不了几个钱 你只要速度快一点 收不了你几个钱 你只要速度快一点 我可以肯定 啥东西都有 你不用担心 你千万不要发愁 AWS的美区没有了 AWS美区肯定是啥都有 你要学啥 不存在的 其实所以说 我觉得AWS的学习 都特别棒 比如说你要搞什么 什么房子我想你说 啥都有 华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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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都 华为没有 这不是华为的 华为可能都没有 华为可能都没有 就是你说了 华尔斯安防墙 立即又给你来提一个 多帅 对吧 而且ASA 我特别选择了ASA 因为上次我做ASA ASA有标准版 那什么意思呢 这个标准版怎么好处 你不要选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 它相当于授权 你自己打授权 就是BYOD 你注意啊 BYOD就是你自带授权 就是说 我只帮你把这个镜像给你拉起来 授权你自己去找 司科申请 然后你自己把授权给打进去 对吧 你像这个 我不爱用这个东西 我就爱用这个东西 这东西什么意思呢 就带授权的 可以对吧 授权是齐的 然后你直接运起来 什么授权都有 AWS相当于AWS帮司科搜搜钱 你知道吧 你看啊 他说相当于是你看这个价格 一连1180刀 还好吧 还真就还行 我觉得啊 它包含了这个软件和AWS的使用费用 还算 我觉得还算可以啊 你看就是这个就比较好 像我做实验 像我记得前时间我玩中国区 中国区把我搞文贵了 中国区只有这个 中国区只有这个 中国区只有这个就很费劲 我拉起来之后 我发现我AAC那个流量通不了 就是它有限速嘛 特别不爽 我说你就应该 你看它是收 0.35美金每小时 你换成人民币 它没几个钱啊 对吧 你做做实验 0.35美金每小时 你换得起吧 这个不在乎的 这个才几个钱呢 对吧 你做点实验 都可以直接去 AAC 直接做实验 就没问题 可以讲 我们看趴老鼠多少钱 我趴老鼠有没有 这种网管 这是它的代售权的 这应该是自己的吧 这应该是代售权的 你看这个贵多了嘛 都到一亿美金了 是吧 这个还是要贵很多是吧 这个都到一亿美金了 这确实 确实要贵些 Z-Skander Z-Skander只有Connector 它没有那个服务器端 对 基本上啊 就是说 这是 这叫做市场 市场呢 就是说 也算是官方镜像 但是呢 不是AWS的官方镜像 可能就是 Plauto的官方镜像啊 斯科的官方镜像啊 你记得吧 它的市场是官方镜像 标准镜像 还有呢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社区 社区就是 社区就是别人 分享出来的镜像 比如最近点的就是 LAMP 可能现在都不爱用这个东西了吧 就是Linux Apache MySQL PHP 就是别人给装好了 比如说 有Jungle 就像你用这个镜像 别人Jungle 都已经给你做好了的 你记得吧 就是别人做好 分享出来的 你也可以自己做 你也可以分享出来 叫社区镜像 你记得吧 这没有问题了啊 那现在我就过了啊 那么我们就来快速开始啊 我们就用这个亚马逊的Linux Kernels 4.14的 好 这个第一个过了啊 第二个是实力类型 说实在的 镜像 它只是 OVA 对吧 但是实力类型是什么呢 CPU内存啊 选 选CPU内存 看看霸气的 它的CPU内存啊 那时候我还要说一个问题啊 就这个镜像 我给你解释一下镜像 镜像有个镜像ID 对 这个我得稍微提一提 我回到前面去 镜像ID 镜像ID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首先你要知道 每一个区 每一个区的镜像 可能会有不一样 每一个区的镜像ID 肯定不一样 所以啊 就是每一个区的镜像 它可能不一样 就是里面东西可能不一样 但是镜像ID是肯定不一样的 就每一个区的镜像ID 是肯定不一样的 每一个区的镜像ID是不一样 理解我意思吗 而且呢 这个镜像呢 它也会是随着时间 它不断地去更新它的版本 就是可能看到现在今天是这个ID 明天可能就换一个ID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一般来说要找 因为为什么 我要收个ID 其实正常你在图形化界面吧 你在图形化界面 你不关心这个 但是我为什么要关心呢 这个跟我们这个确实有点关系啊 因为你以后面我们要用CloudFormation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创建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CloudFormation里面提供镜像ID 看到了吗 而且如果说我在首尔 在东京 然后呢 这是这个美东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理想用的 你的那个镜像ID 你要写这 这样的话 后来它在起这个虚拟机的时候 会用这个镜像ID 就是这个CloudFormation 它是用的这个镜像ID 去找的镜像的 可以是吧 好 首先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你在这儿就 不就看到镜像ID了吗 对吧 当然其实我也有脚本啊 我这也有脚本 我这儿有一个专门的脚本 给了Image 比如说你可以搜索 什么样的类型 我就能搜索搜索到它的所有的这些 镜像 然后呢 我按照时间排序 给我出一个最新的镜像出来 这是我的脚本 专门就是来搜 你可以给我讲示了一个区域的 你看美西一 你看美西一很明显跟美东这个就不一样 对吧 它是什么131节尾的 你看没有131节尾的吧 它不一样 没 你这个通过这个脚本就能找到任何一个区 然后呢 关于这个镜像的最新的一个镜像ID 我顺顺聊了这个 因为这个脚本跟跟这个后面的基础加口 接下来跟这个镜像ID有点弯性 好吧 好 这个就过了 下一步 这是我的脚本可以打出来所有的镜像 这就不做了 好 我们推荐的镜像就是它的这个 亚马逊Linux2 这个镜像 用的Kernel是4.14的 好 实力类型 好 下面呢 就是有一堆实力类型 多得去了 这是CPU 我的天 400多个虚核心 这是CPU蓄理核心素 类存 服务服器 想不想要 对吧 这个就 这个就有点夸张 这个这个400多 有点确实夸张 就说 你你你你给钱呗 是吧 反正我们这都有 你看你点多少个 你都行 你都来 这个无所谓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你都要点那个免费的 就是这个T2Miko 这是免费的 就是 就是正常不如第一年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720个小时 你算算720个小时 应该是整好一年 整好一年的720个小时 你算算差不多吧 应该是720个小时 24 一月啊 哦那那7000 那应该是 对对对 是一个月720个小时 是吧 它是每月算的 给12个月的720个小时 是什么720个小时 就是这个 每个月给你720个小时 如果你开两个 那就360个小时 你开四个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 你运行一个月 给你720个小时 你开两个 那就两个 一个小时 算两个小时嘛 而且再注意一点 因为我们做实验 这样是开一个 关一个 开一个 关一个 开一个 就是一个小时 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做实验 就是 开一个 做完了 不要 重新做 又开一个 不要 重新做 开一次 算一个小时 这个是免费的 720个用不完 就算咱们花钱了 我说过7分钱 一个小时 至于吗 开 卡上了 无所谓 没有理想 那么钱 这么值钱 但你知道怎么算 你要知道怎么算 就是 第一年 720个小时 每个月 它是按照月来 就是你如果说 一个月超过720个小时 它是要收钱的 你解释吧 所以为什么 它不说一年 它说一个月 给你720 一个月给你720 你超了720 这个月 你要给钱 你下个月 还有720 就这个意思 这个720个小时 就是它 720个小时 OK 再说 开一次 删一次 就算一个小时 反正720个小时 怎么用不完 我相信我 你相信我 你做实验 你肯定用不完 好吧 然后呢 这是一核 CPU 一记内存 反正免费 让你用一点 这问题不大 好吧 好 有些什么类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很多种类型 你可以看看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就很大一篇文档 给你讲各种各样的计算 有些呢 我也给说不上来 我今天给你解释 有通用计算 是有T2 T3 比如说我们T2 就是T2 通用计算的 是吧 有M4 M5 然后呢 有计算优化 有内存优化 有加速计算 有存储优化 很好理解 通用的话 就是比较均衡 然后呢 计算优化 就是CPU特牛逼 内存优化 就是内存特别多 存储优化 就是硬盘特别快 硬盘特别大 加速计算 我给你解释一下 加速计算 就专门那种特别特殊 我这个确实有点说不上来 有特殊的那种图形处理 那个显卡 有一个叫做什么FPGA 都有点鄙视我智商了 那个官方文长 说的气人 说的气人 他说这个 他说的特别气人 他说这个玩意 是干嘛用的呢 他可以解释了一堆 其实就是说什么 做一些什么基因计算 什么地震分析 这种那种大数据分析的 特别气人一句话说 如果说你都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肯定不需要 太他妈气人了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不能开一个吗 你讲 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 就是它是专门来做一些 就是你给你特殊的 高端的那种显卡 做那种 浮点运算 对吧 或者给你这个芯片 来专门给你做这种 什么基因组计算的 就是这种高级计算法 我们肯定是用不上的 确实在数据化里 确实没有问题 说你都不懂的话 基本上你就用不着 好 叫做加速计算 你大个理解意思吧 就是它啥玩都有 你只要给钱的都行 好吧 你先不别手都点这个玩 这个玩就不知道多少钱了 解释一下 它连那个 它连那个都行 就是量子计算都可以让你做 但是你也不用紧张 你点不上 我解释一下 因为它开始 它有一些 它有一个限制 多少蓄力机 哪种类型蓄力机 它是有默认值的 如果说你真要开那个 我觉得肯定你默认没有允许的 你要去 相当于你开个case 给EWS 说我申请 我要申请开它 它给你批下来 你就可以开 这种比较复杂的 可能要case开 但一般情况下 我遇到的 基本上都不存在case 就直接可以开 好吧 好 就这几个 你大概理解 就是这个归类 有普通计算 一般普通计算 就绝大部分情况 你都可以应付了 有计算增强 就是CPU 那个Intel的CPU不一样 特殊的CPU 类存增强 你基本上 你刚才看到有4T的 对吧 那个类存 你有钱可以花 有钱没点花 然后找这个烧 烧钱来得快 存储优化 好 就这几个 就这几个分类 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通计计算 通计计算 因为这个我们稍微说一下 就是我们T2.micro 是通计计算 这个里面的 它T2.micro是免费套餐 它从这个 一颗CPU 一级类存 它稍微T2 T2算是比较低端的 T2能做到8个CPU 32级类存 T2是它的算是最low的一款 T2算是 我记得 我看它有A吗 没有了 T2现在就是最低的一款 当然了 T2有T2Lino 还有T2这个micro T2small 可以啊 就这几个 这T2 我们这个免费的 一般就点它 好 说一下这个T2 T2 T3真的特别缺的 就是T2 T3特别缺的 T2 T3是支持超频的 支持超频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缺的地方在于什么 先说 刚才说了 我再规律说一遍 免费套餐 一个月720个小时 你开一次 你关一次 就算一个小时 所以说呢 你确实能够实现 你开一个月 它确实都不收钱 你就一个开一个月 它确实就不收钱 好吧 先把这个先忙了 先给你说了 然后再说 T2 T3 它你的一颗CPU 你的一颗CPU能 百分百拉满吗 不行 不行 我炸 真的不行 你看它有 Nino Mico Small 还有这几个 还有T3 也是有Nino 这几个东西 啥意思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这几个玩意儿 它的CPU 是不能让你拉满的 在这边 这个CPU 是不能让你拉满的 就是你不能 你CPU百分百的话 收钱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可以理解 你看那个文档 这个文档特别缺 能告诉你这个问题 它有一个算法 它说呢 你看它 它有一个在每分 每小时获得的CPU的积分 它会给你一个积分 然后呢 最多你可以攒多少积分 然后呢 你这个Nino 是不是只有一个CPU吗 然后呢 它有个算法 它有一个具体的算法 我就不不 你一定要赶进去算法 你自己去研究啊 自己去看 其实算法也挺简单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 就是以你这个积分的话 你是用Nino的话 以你这个每小时三个积分的话 你其实你的CPU只能用5% 所以是平均5% 平均5% 不是最高% 是平均5% 就是说上下来 上下来 你只要在5%的一个地方晃 我就不收你钱 理解我意思吧 只要你在这晃 我就不收你钱 就是它可以晃 就是你低于5% 它你看你积分嘛 对吧 我用不了积分 我是不是可以攒着呢 可以 可以攒着 下次我 我就突发现 我过了5%了 不收钱 我都攒着它 大概就这个意思 大概就这个意思 好吧 好 你可以 它可以去在 后面我们在 T2.Micro在设置的时候 你可以设置这个无线模式 你可以去设 可以设置 就是在你用T2的话 你可以设 勾一个叫无线模式 你可以去强行勾无线模式 如果说你不勾无线模式的话 那也就是说 它一定会卡到5% 超过了的话 它不让你用 你就 你就怎么都在5% 这个范围 它不会 你超过5% 它就 你用不了了 但是如果说 你非要点一个 叫无线模式的话 点无线模式的话 那 就20% 30%了 那也能用 算钱呗 你知道 AWS是什么都要算钱的 虽然说什么钱都特别便宜 但是扛步之后 啥都算钱 你知道吗 就是多了 你就可以算钱 你可以用无线模式 就超过去之后呢 你就 你就要额外付费 可以讲 你看这有能用百分百的吗 我想都没有 你看这几个都没有能够用百分百的 都没有买的 但基本上 我觉得你的平均CPU到30 40 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平均CPU 所以 就是你波动 就是基本上 你在这个波动范围 基本上就不收你的钱 你给理解吧 就是这个 这种T2T3 这几个都是那种有无线模式的 都有一个算法 所以说像AWS很有意思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算法 它在哪些地方 它会收你的钱 比如说像这个CPU 不是说你拉满 有时候我能够来拉满 我说拉满 你试试看 拉满 它就要收你钱 好吧 这是一个事 我看还有什么没有讲的 免费讲了 价格 价格 我们来看看价格 你可以看这个美东 Ninux CPU有两个 CPU一个 我这个应该是一个的 T2.micro 的价格 差不多吧 0.0116 刚才我们看到的 美刀 是吧 然后要注意 其实这个 这个区域不一样 钱不一样 我们看香港吧 0.116 它这有T4吗 T2呢 没有T2吗 它没有那个类 你看这个香港怎么这么 没有那个类 梦买 贵吧 一般来说美东是最便宜的 我们是0.0116 它是0.0132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呢 你要注意 每一个区 它价格不一样 整体来说美东一定是最便宜的 美东 美国的方式整体来说最便宜的 好吧 价格可以查 价格可以查 不仅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 这是它的计算的价格 然后它下面呢 还会给你讲数据传输的价格 各种各样的价格 然后你后面比如说 你看内部的传输的价格 然后后面还有IP地址 额外的IP地址 还有价格 都会收钱 就是各种各种都要收钱 虽然说每一样你都觉得特别便宜 但是加在一起可就不一定了 好吧 虽然做实验呢 这没啥事儿 但是你真用 可能的价格还是比较贵的 好 这个基本上我该讲的就讲了 这个 这是M5M4 M5M4 M5M4呢 就流逼一些 比如说M5的话 从两个CPU6G类存 到96颗CPU382G类存 明显就要强一些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在M5里面 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东西 你看一下 这个我要给你解释一下 你先随便 这个 这个不行 看这个 后面 你看后面 你看这些就叫EBS吧 EBS EBS 就是相当于它普通的硬盘 你可以认为EBS是那种虚拟的硬盘 就像我们虚拟化 我们虚拟化的硬盘 它是真的硬盘吗 它不是 它是从其他地方挂载过来的硬盘 它是一个虚拟的硬盘 是吧 叫EBS 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玩儿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我给你讲 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就是真硬盘 真硬盘有个严重的问题 真硬盘有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真硬盘就是临时硬盘 什么意思 你想一个问题 它这个虚拟机是会 你知道吗 那虚拟机会迁移的 它跟我们一样 其实虚拟机也会迁移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关机 你开机 它不一定就在哪儿了 是吧 理解的意思 你关机开机都不一定在哪儿了 它这个硬盘 相当于是给你映射到主机的 真正的固带硬盘 就是给你两个这个900G的 但是你 关机 再开机 你就可能没有数据了 可以解释吧 这个性能快 没问题 但它是临时盘 可以解释吧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临时盘 所以当然 临时盘 你知道临时盘就行了 就是你把一些不重要的 就是你算的一些交换数据 可以放到里面 也没问题 你要知道这种东西 看着这种东西 你不要认为它是 固定盘 它是一个临时盘 临时盘 注意啊 只有这种东西才是正经的 持久的盘 就这种东西肯定不遗留 肯定保留 没有问题 这个是临时盘注意 这种东西一定是临时盘 注意啊 好 这个我也说了 临时盘的事啊 好 紧接着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计算优化 计算优化就是 就是C5 C4 那么就用了一些比较牛逼的 Intel的CPU 基本上能做到3.5G啊 或者现在可能更高的 单核CPU的速度 都可以用 OK 这个就不存在像那些 像那个T系列的 超频不超频 这个基本上就是CPU 你可以直接用了 啊 内存优化 你看内存优化 刚才应该看到个4T的吧 4T内存 基本上能够 你看他以前做的是3T内存 现在你刚才明显看到 可以有4T内存的 是吧 好 然后呢这个加速计算 刚才我说的是比较气的啊 就是 就是这些特殊的卡 他来做一些特殊的计算用的 你也可以在那开 有没有问题 纯粹优化能够做到 最大能做到16T的固态盘 48T的传统盘 不问题 16G的固态盘 OK 好 那就简单的就是 这个3T内型 那么你可以自己 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去找 哪个3T更加适合你 OK 好 那你看一下 有些灰色的 应该就是说我 我现在是不让我开的 或者这个区不支持的 下一步 好 这个东西就比较多了 这个我们我们尽量的尽量啊 一个一个的都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一个一个说啊 首先几个实例 你可以一下拉好几个实例出来 正常我们拉一个实例 对吧 好 我按照这个这个一个一个按照顺序给你讲啊 就是这个啊 基本上我从头到尾给你一个一个给你讲 好 其实呢 第一个先考虑的还不如这一个两个 应该考虑这个 到底在哪个区间 这应该是你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严重问题 好 三个考虑原因 哪一个region 你要建立VPC 然后呢 你要考虑你的租户模式 下面呢我们先把这个三个问题给介绍一下 region 你看 它有这么多个大区 这么多个大区 那怎么选呢 很简单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说首先那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接近你的客户 你的客户在 在北美 那你应该在北美建美 难道你北美的在欧洲建法都不合理啊 还有一个就是法规 对吧 那每个每个国家都有法律 那当然肯定没有我们中国这么讲究是吧 但每个国家都有法律 就是这个你的数据不能 这个AZ是后面的事啊 AZ还没到了一个地方啊 其实还在讲region呢 AZ还一会再说啊 就是还有一个法律 就是说你这个数据按照法律的话不能出我们国家 是吧 那就那就没办法 那就只能在比如说 这是美国的就只能在美国建 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是接近客户 一个是法律法规 这是一个事儿 好 还要了解一点 每个region价格不一样 每个region的其实镜像都有点不一样 但是是差不多啊 是差不多但是反而我了解的镜像是有点问题 因为我我我说我以前用韩国的韩国最近脑出bug 我都不敢用了 但美国这个美区这边一直没有什么bug region确实不一样 钱也不一样价格不一样 所以价格是不一样的 要了解一点 而且呢每个region的服务和特性也不一样 像中国嘛就是经典的阉割板 对吧 那很多功能可能就没有 反而你要你要你要用最全的一定要在美区 美区肯定是最全的 啥都有 应该是最便宜的它 好 你要了解就是为什么你要选择region 就是接近你的客户法律合规 合规 然后你还要考虑每个region前不一样 提供服务可能也不一样 好 看看它的region 从这右上角 你就可以选择它的各个region 好 看一下啊 这个region当中 你可以看它有什么可选 有必须 什么意思呢 只要是可选的 就是说你就可以直接用 就是你不管 比如说你现在你的美东 比如说你想来韩国首尔 没问题你直接一选首尔就用了 你不用给任何人打申请 这也都不需要啊 就直接就可以了 但你看香港 非洲 是吧 然后呢 这个欧洲的米兰 这是叫什么东 中东部 这是什么地方 ME是什么鬼 就是你看这个必须什么意思呢 必须是说 当你去论这个区的时候 类似于就弹出这么一个提醒 所以你要手工的确认 你要去开启这一个区 你要手工的去开启 当然如果说你直接去选 他就会提醒你 他说你没有开 你是要开启这个区 你要手工的去开启这个区 才能够用 那其他可选的就是不需要 就卡就过去 你就玩就得 ok 这就是region的事 然后呢 有些什么样的region 你可以看 这个它多了 比如说我们就看看 我们亚太吧 亚太地区 中国是比较特殊的 中国是中国 其他的其他的 中国跟他们都不一样 中国咱们留意 这是北京 有三个az 就是一个region 有多个可用区 咱们后面再说可用区的事 你可以认为az就是 那种灾难隔离的区域 就是三个az是完全独立的 就一个北京有三个az 一个零下有三个az 就是基本上每个az呢 我因为我徒弟在那去做过这个东西 差不多隔个二三四公里 这么一个距离 完全独立的供电 完全独立的制冷 就所有都是独立的 那有时候挂了的话 挂了反正其他az是不受影响的 大概就这么个东西 当然后面我们再做VPC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继续讲 今天就简单聊两句 好吧 然后呢还有新加坡 东京 西里 首尔 孟买 香港 大阪 你们可以自己去选这些区域 好 这个region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 考虑第一个因素就是region 第一个因素就考虑region region是重要因素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VPC VPC呢其实就是一个 你可以创建多个VPC 你可以简单认为 每一个VPC之间是隔离网络 再说一下 你可以创建多个VPC 每一个VPC之间是隔离的 彼此是隔离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其他技术 通起来 但是默认情况下 VPC是隔离的 你可以把VPC 理解成为你更好理解的 VIF 好理解了吧 VIF 司科的 华为叫什么 都现在说话 说司科的好像很多人都不理解 我说这都一头汗 就是隔离的网络 好吧 就是隔离的网络 隔离的好吧 好 还有呢一个就是 首先你应该创建VPC 但你不用担心 默认VPC是有默认VPC的 前段时间我都把我的默认VPC给删了 后来我没辙 又把VPC给 默认VPC给创建回来了 有默认VPC 还有默认之网 全部都有 但是这个我们后面在VPC里面再讲 好吧 今天我们只是讲 只是把 是吧 我觉得为什么开始讲这么复杂的这个计算呢 因为他能把我后面的知识大概都过一遍 VPC啊 我这应该留着一个默认VPC 默认VPC 然后呢他默认呢会在每一个AZ 创建每一个默认之网 这个东西不是你做的 他会默认产生默认VPC和默认之网 每一个AZ给你搞一个默认之网 ABC 好VPC简直说到这儿啊 下面继续讲 我们来讲 你后面我们在创建这个EC2的时候 你要考虑 你要还有一个租户模式 是一个叫做租户模式 这个这个这个租户模式啊 有三个租户模式 你也应该去考虑一下 默认很简单 就要share share模式 share模式很简单吧 就跟我们这张序理机一样 大家共享呗 就是一个物理机里面有你们家的这个实力 也有我们家的实力 好理解吧 这叫共享 好下面两个呢就讲究了啊 下面的叫做 专用实力 啥意思呢 就是 AW帮你就是为了安全性 为了合规性 那么 你可以选择专用实力 啥叫专用实力 就是说这个机器 里面 只有你们家的实力 但是哪个机器 不一定 在这边啊 我AWS能够确定 这个机器里面 只有你们家的实力 但是哪个机器 不一定 你解释吧 好下面一个 专用主机好理解吧 就这个机器就是你们家的 叫专用主机 专用主机有什么好处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专用主机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有时候可能是 你是带着授权 到AWS的 那些授权要绑王 要绑一些硬件 是吧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说 专用实力都不行 专用实力说 专用实力 AWS说 我能承认这个机器 里面都是你们家的实力 但这个机器不是你的 是吧 我可以漂到另外一个机器 我能确定这个机器里面 都是你们家的 但是这个机器不是你们家的 这个机器不确定 但是我能确定 这个机器里面的实力 都是你们家的 这个不一样啊 那个就是说 这个机器就是你们的 啊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绑个物理属性 你的 你的授权就可以通过这个 专用主机给绑上去 你要看你怎么弄 但是一般我们做的 都是 共享实力嘛 啊 好 这是三个你需要先考虑的问题 好吧 啊 啊 啊 这个刚才基本上就讲的这个 共享 专用实力 专用主机 好吧 好 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钱 啊 这个AWS的钱真的是一个大事啊 这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啊 呃 什么钱呢 你可以怎么买 买AW的东西 我觉得AW是需要一个AW 我觉得AW应该有个认证 就是AW专用精算师 哈哈哈 真的这个这个太复杂了啊 这个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 这有几种买法 第一种买法是专用主机 按照每个小时来买 当然呢你也可以一下买 买几个月买一连的也行 这个肯定是最贵的 好还有一个 按需实力 按需实力就是 我想用一个小时 我就用一个小时 我就开了AWS 我想用10个小时 我就开10个小时 我想用就用 我想关就关 那这肯定是第二贵的 单价啊 单价 每小时单价 我说的是每小时单价啊 你想用就用 想想来就来 想着就走啊 想怎么的 那肯定是第二贵的 肯定比这个还要 肯定比专用主机要便宜点 好吧 这肯定是第二贵的 好 这第二贵的 这是什么呢 叫预留实力 很简单 我承诺买三年 就说我一口气 打包卖三年 你是不是给我便宜点吧 可以吧 这叫做预留实力 就说我买三年 那你必须给我折扣啊 哪有不给折扣的 好 更牛的 现在基本上都有 这叫做sport实力 这叫做低价市场 啥叫低价市场呢 就这么回事啊 比如说今天晚上 AWS发现 哎 怎么都没人买我们的实力呢 来 拉几个机器 我们来做点促销 今天搞个低价市场 抢够抢够啊 就这意思 对吧 低价市场 我想低价市场有个问题 低价市场说 比如说本来你五毛钱 现在一家就说两毛 买不买 买 但是呢 AWS说明天早上吧 可能这个大家又来了 这个这个两毛就没这个价了 好吧 我就要回去 然后呢 如果你接受不了 那很简单 那我可能要把你的实力给尽掉 哎 就这个意思 有这个问题 就是有可能他价格一高 你可以去设置 你可以承受的 比如说他两毛是吧 你说我能承受三毛 正商价五毛 啊 我说三毛 AWS说慢慢涨 涨了三毛之后 超过你三毛了 AWS就把你记忆给关了 这种意思 但这东西适合于什么呢 你想想啊 比如说有些东西 你是要做一种长时间的计算 是吧 如果你长时间的计算 你老是买这种正常的这种 这种服务器的要点贵 你就这样 你就 平时那就两三个服务器 先运行着 运行的比较慢 你自动化啊 你像你玩云 一定要玩自动化 你晚上来拍张脚本 跑着 看 哎 放出来了啊 马上拿这个 马上拿你的拍张 立马去抢他几十个实力 来 然后呢 马上把你的代码 卡弄到那几十个实力上面去 啊 算 给我给我使劲的算 算完之后呢 发现 发现那个AWS又把收回去了 把收回去了 收回去了 我们就拿三个就算 然后呢 发现又来了 低价抢购啊 两毛都来了 打卡有这么一批 哎 很多就这么玩 就是就是有些东西 可能他不是那么着急 你记得吧 而且又 他不着急 但是他又特别的费时间 又配费计算 他们就这么玩 你看这叫自动化 这叫云的玩法 知道吗 你老老实实说 我就直接 我就一埋 那多二啊 你你正张五毛 别人两毛就服不服 对吧 别人就这么算 就是拿自动化脚本 你也不用你操心 反而自动化脚本 全部帮你抢购 帮你上线 全部 全部自动化 自动帮你抢 自动帮你拿进来 自动帮你做负载均衡 自动把代码给打上去 自动上来运行 全套自动化 你完全不用操心 你为什么不用两毛子呢 这叫低价市场 你知道吧 这个 这个就看 我给你看看现在的价 现在可以看到价 低价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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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低价市场 肯定的 我上我选了啥 我提尔米果啊 提尔米果 我刚才不知道选了啥 我刚才选了个特别流子 我怎么一块钱 我把我吓到了 刚才我选了啥 我吓到我了 我是什么一块九钱 你看到啊 还记得吗 正常价格是多少啊 0.0116 是吧 是不是 正常的价格是0.0116 你看他多少 0.003 我说便宜好多啊 便宜四倍吧 差不多得 0.0116 差不多四倍 对吧 三倍多四倍 三倍多 三倍差不多 三倍的价 差三倍 你为什么不买这个呢 你只要把 Python自动化 这个 你不用Python自动化 你可以让 你可以在AWS自动射策来 AWS都会帮你做策略 他可以帮你抢 你说你要抢多少个 你可以说 你可以告诉AWS 从多少开始抢 从多少开始退 抢多少个 全部都可以射 AWS全部帮你做自动化 就能这么玩 而下边就有好处 就是说 我大概知道 有些人多少要往抢 我发多少价出来 你知道吗 今天我发多少价 多少合适 就彼此之间 就有一个全空 你知道吧 这就叫地下市场 看了 你可以请求 比如说你看 现在这个价 比如说你可以说 我最多能接受0.01 是吧 也比标准的价要便宜一点 就是说到了个价你就算了 你就把它干掉 我不要了 就这个意思 好吧 甚至有些都是完全就是 我什么都没有 就是你放低价我才开始算 你必放低价 放低价我才开始拉实力 你不放低价 我都没有 不给钱 我就要便宜便宜货 就只有这个意思 就必须放 你就必须过放低价 就是有这种的 你车的话就就这么贱的 继续 低价 低价请求也算明白了 这是它的低价请求 好吧 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个最多价 还可以持续请求 就是说 就是说你看 超过了 是吧 我就停 是吧 但是只要 只要低于 只要低于这个价 我就给你拉 它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好 反而你要知道这几个特点 暗需肯定是贵的 暗需肯定贵 就是你想用就用 你不想用就不用 对吧 你什么时候想来 你就要有 这个肯定贵 这个肯定贵 地下市场肯定最便宜 但它不靠活 它不稳 它什么时候 它就给你收了 对吧 然后呢 预留呢 肯定算是便宜的 你预留一年三年 都可以 AWS可都算法了 好 还有呢 专用主机肯定贵 因为这个机器 就是什么也不干 就留给你 那肯定贵 最贵是专用主机 第二是暗需实力 第三是预留 最便宜的是 这个Sport实力 专用主机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用 把以前的授权 绑定过来 绑定硬件 可以的 好 看一下它的价 这是暗需实力 它这个价格 感觉有点不正确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0.01级 你看 但是它给你介绍个意思 就是说 你看 你暗需 你一年下来要50美金 但如果说你给AWS承诺三年 每年只有38美金 是便宜吧 很明显承诺三年要便宜嘛 这必然要便宜的 你相当于一下就打包 就一下买三年 你怎么会不便宜 谁都会给你便宜 这是一个 好 然后呢 就是说 就说一般呢 就说那你应该怎么玩呢 一般情况很简单 就是说你可能你那么网站 你可能就需要这种 你先 就是你要去算一下 你们的网站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实力的要求 那可能你认为两个实力就可以了 那你就正常你用买预留两个实力 不是便宜吗 对吧 你正常你预留两个实力 然后呢 然后呢 再按需的 就是说当你流量流量大了 你的这个CPU利用率上去了 你可以去做策略 然后呢 让AW自动帮你多拉几个实力起来 做负载均衡 就经验就是说 你先算一下你的基本的用量 然后呢 你先买预留两个实力 然后呢 按照按照你的你的CPU不够了 那你可以触发一个条件 让AW自动在内帮你多拉几个实力 放到负载均衡器里面 去来解决问题 基本上就是有 基本上你就买这个预留实力 和按需实力 两个配合 就会比较好 那么这个SPORTS 就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了 就是你这个应用 就是可以 可以接受那种波动 而且长期也在算 那这个时候 你用是个SPORTS 也是可以的 好 而且再看 你去买这个预留 在这买预留 就是你想你一下买 一下买一连的 这儿 购买 贴尔米狗 这里面太多了 我也找不着啊 好 看一下这个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看这个 你觉得他 他这个可有意思了 你看有这么多 我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要买三连的 买一连的 这个好理解吧 还有 叫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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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付 什么叫全付呢 就是我一口气 就是 很简单 就是说 有全付 有半付 有不付的 就是啥一声 就是说 全付 就是说三连 我一把把三连的钱全部给你 是不是最便宜 这必须最便宜 还有一个呢 付一半的 就是先付一些 然后呢 在一点一点的后面再加 还有不付 不付的好意 也有一个算法 就是不付的 就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算法来给你加钱 你也是一个什么地方要付一定钱 老复杂了 就是三连 有全付的 有半付的 有 你看能买这个东西啊 你 我给你讲 我当时就把这个东西就足够把你绕 绕 绕 绕晕进去 但是你这东西不懂 行吗 真不行 你如果正经在一大半的用 你说你不懂这个东西 你算不好 差价可大得去了 这个东西 这个真的 你要玩一大半 是不懂这个东西 真不行 我确实要把你讲明白 因为这东西 你 你买多了 真的愿大到 我跟你讲 这是个技术 这是正经这个技术 好吧 好 SPORT刚才也讲过 就是那个抢低价市场的 好 还有一个更神的 还有一个 刚才够多优惠计划了吧 还有一个什么优惠计划 它的优惠计划里面 这就叫优惠计划 看一下 它就叫优惠计划 这我觉得是需要学的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叫优惠计划 这个优惠计划是干嘛 让我再给你解释一下 是这么个意思 你刚才只是说 你承诺买这个实力买三连 是吧 你没承诺最低消费 这个意思 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就相当于 其实微软云也有类似于这样的东西 我记得上次微软云讲的时候 我也讲了这个东西 就是 我承诺每年在你们AWS 做最低消费 比如说我最低消费 一万美金 你别管我怎么用 你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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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刑计划 计划的意思就是说 我承诺每年 最低消费一万美金 用不完 用不完就用不完 用不完 反正我也给你一万美金 你行吧 好 这有了这一万美金之后 你别管我怎么用 我想买 当然它都是用计算的 我想买EC2也行 我想买容器也行 反正就是 而且我在任何一个region买都行 你别管 我承诺最低消费 我在各种区域里面 敢买各种实力 反正就都在这个里面 你给我一个最多 可以给到66%的折扣 还有一个就EC2的 EC2的这个省钱实力 省钱的方案 你可以折扣到72% 就说是EC2 就是我承诺 我一年要花 比如说一万美金 买EC2实力 但是你别管我买哪种实力 我想买哪种实力 买哪种实力 你不要让我承诺说 我买T3点B口 我不一定 反正我就买EC2的实力 我承诺要消费一万美金 你给我一个折扣 这也行 牛吧 这么多折扣 这个我给你简单捋了一个 按需就是及时消费 及时享乐 这个比较贵 Sport Market 就是低价市场夜厂菜品 超低折扣 预留就是半年卡 更加优惠 这个省钱方案就是承诺最低消费 有更多折扣 理解了就是一共有四种方案 你看你怎么买 OK这个可以理解 下面继续 好下面就是有这个网 我这个真是一个一个给你讲啊 我下面该讲哪了啊 这个网络后面在讲 网络网络我基本上不选 就是可以用这个 就是默认的 默认的VPC 默认的网络 全默认的 默认的分配公网地址 默认分配公网地址 默认VPC 默认网络 默认分配公网地址 这是主机名的问题 就是你的主机名是用你的IP地址来产生这个主机名的 还是用你的资源的名字 你的实力的ID来产生的 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默认是IP地址产生的 然后还有呢 这个选项简直就是说 那你来 你来做我 你来给我做解析的时候 那我给你怎么回 你给我 你找我解析 那我不给你回我的IP地址 你给我解析这个 我的这个名字 那我给你回IP地址 我给你回IPv6地址 但是我没有IPv6 好 Pasement 这个也还好吧 这个好像我们 我们的这个VSphere里面有类似的功能 Pasement Group 我们 前一堂经常玩这个东西 就是 我们要让什么东西在一起 我们公司不经常做这个策略吗 第二个策略 就是我们要让这几个虚拟机 都在一个机器上面 让它们更近一些 让它们 通讯的速度更快一些 是吧 或者说呢 我要让它们全部都不在一起 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好 当然那你还可以说 我们可以做partition 我们一共做几个呢 做三个 比如说做几个 做三个partition 然后呢怎么放置呢 自动放置 比如说呢 第一个 第一个 放它 第二个放它 第三个放它 第四个放它 第五个放它 第六个放它 就这个意思 有三种方法 有三种方法来放 你可以去选择 这个placement group 好 还有一个这个 叫预留 预留资源 预留资源open 预留资源是什么意思呢 我建议你可以 你为了省钱 你可以run 我建议你如果说 只是做时间的话 你可以去run 预留资源什么的意思说呢 其实我真的没有遇到过 但是今天呢 我跟那个国内的那个AWS哥们聊过 他说有可能会起不来 就说 有可能 你想花钱 去起一个实力 但是呢 AWS告诉你 资源不够 起不来 他说AWS是这样的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服务器 确实 因为你想想的 确实必须要很多种服务器 因为刚才还记得吗 我们这些T2.micro的CPU都不一样 还记得吧 这些CPU看到了吗 都不一样 所以说呢 你比如说 你要拉某一种实力 他一定要在这种实力类型的 这个服务器上 来给你起起来 但他说呢 有可能会出现 有一个大客户一来 他一下拉他们几千个实力起来 那个 他的服务器就瞬间就没了 而你要起 他起不来 他说你就 就能遇到这个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预留 你可以去定一个时间来预留 都可以 就是这个时间预留给我 我一定要起来 那个时间我一定要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来一个open open就是说 先给你预留 然后再给起 在那里还可以创建一个预留 就是说我要什么点来预留 你一定要给我留 我要起来 可以讲吧 预留的话 你要注意预留一个问题 预留的话就是 按你说第一个小时 是不收钱的 因为你用完一个小时 用完再划钱嘛 所以是吧 哪有时候上来就要让我付钱的 按理说是一个小时之后 算我一个小时的钱 你只要玩预留 第一个小时就收你一个小时钱 理解吧 就是说你只要玩预留 第一个小时就收你一个小时的钱 后面呢就是正常算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正常算 如果说你不用这个open 你用浪 那么第一个小时就不收你的钱了 但是呢 你可能起不来 但是真的比较少有这种可能性 好吧 就是说你浪了open 第一个小时就直接就一开 就直接一个小时就直接一个小时就给收了 好吧 这是叫资源预留 理解吧 好 这个折扣我刚才也说了 好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呢 今天我们也简单看一下 IAM角色 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权限 我说过权限 后面呢 我们会做IAM的raw 我们会把权限放到这个里面去 只要我给 只要我给这个EC2 这个权限 那我给你解释 这个特别牛逼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你只要把这个权限做好 把权限弄好了 你在那个 其实我们像我们那种 开发代码的 有时候我会做一些代码 我开发一些东西 其实让我最烦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就是 我访问数据库 要IP地址 又要什么 用户名 要密码 又要访问那个 又是一个IP地址 又是一个用户名 又是一个密码 但是呢 AW最流逼的地方在于就是说 你只要把权限给 权限这个地方给它权限做好 这个权限可以控制的特别细 那么只要这个权限做好了 之后 我想你的代码就直接去访问就得了 你的访问的时候不用任何用户密码 你就直接访问 然后呢 直接就 就能 你只要权限够 你就直接可以写入啊 直接读取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他这个角色的作用 永远逃不过的一个主题 就是角色 你几乎任何一个AW的资源 都一定要做角色 这也是他最牛逼的方法 反复说 就是你觉得最好的地方在随便啊 你把权限给够了 你在里面的代码 你调用API 你直接调用就行 你不用做任何什么 什么账号啊 什么用户名不存在啊 直接调用 直接好使 这个后面会讲 那你了解一下 这就是那个权限 我们今天呢 EC2是比较麻烦的 我们上来呢 会把那个东西呢 都给你简单的捋一遍 好吧 好 user date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啊 user date 比较简单 就是这块 其实你可以认为 就是启动脚本 找了 user date 你可以认为就是 起机刷的一个脚本 你解释吗 起机刷的一个脚本 比如说我们可以 一会儿我给你起 就是这个起机刷的脚本 我估计今天起不了 起机刷的脚本 就是启动 那执行这么一个bash脚本 那把python3给装了 可以理解吧 就是user date 好理解 好 我们再看一个东西啊 前面 其实以前没有这个选项的 现在多了这个选项 叫做原数据的访问 默认原数据访问是可以的 然后呢 支持版本1和版本2 然后呢 原数据访问的令牌 只有一跳 这啥意思呢 这东西其实挺好用的啊 我第一次接触 我觉得这玩意挺好用的 什么叫原数据的访问 比如说 我后面就要 就要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我们要测负载均衡器嘛 我们要测负载均衡 我要看它是负载均衡的 那好 那负载均衡 那么我就希望你每一次请求 那么我们的APP 你访问到我了 那我的APP呢叫读取 我是哪个AZ的呀 我的IP地址是什么呀 我的这个 我的实例是什么名字啊 是不是我需要这些信息呢 这些信息呢 其实叫原数据 你怎么就说 我是一个应用 我运行在这个实例上面 那么我怎么能够知道 我这个实例的 虽然说我运行在这个实例上面 我怎么能够知道 这个实例的信息呢 你可以直接访问 169254169254这个地址 这是一个是一个保留地址 然后呢 你可以去访问它的metadata 然后呢 这是全部都会过来 然后呢 你也可以访问它的IP local IPv4地址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案 直接访问一个地址 一个链接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实例的metadata 比如说实例名啊 AZ啊 region啊 IP地址啊 等等等等 全部通过这种方法 就能提取 这就叫做metadata 默认是可以允许的 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提取 然后呢 只能一跳 就是只能本地 就是本地访问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人都访问不了 就是你个人访问是没有问题的 有点什么 这个也是 当时我觉得 真的挺神的东西啊 上面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安全隔离技术 你们可以自己来的关键词 去搜一下 就是能够一个 就是在一个EC2里面呢 再跑一个隔离的区域 来做一些安全的计算 把一些隐秘的东西 放到这个隔离区域里面去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这个你可以自己搜一下 user date啊 好 我先断一个录像